从小韦维就喜欢唱歌 这也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其实小时候和平常人差不多 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 决定闯自己的人生 他14岁就考取了铁路文工船 小小年纪就能够进北京铁路文工团 不得不说韦维从小就肯吃苦 也非常有天赋 也是因为这种热情 所以他从小就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但是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在武汉和央视的一些节目上 都拿过奖项 这个也是为他以后 在演唱的路上是颇好的 也是因为这些经历 让他更好地进入了娱乐圈 从此他也就是走上了歌手的这条路 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明星 才会被邀请在春晚上 他在春晚上一手爱的这个贡献 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但是没有一个人的人生 是可以顺风顺水 韦维在事业上前期是比较顺风的 但是他在感情里面却是并不顺利 感情有失声情也有爱情 他被传出有艾滋病 这些人是表示他的师父李古一 对外宣称的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十年这个失声情感魄力 韦维在事业上也不是一直的一帆风顺的 但是他在爱情里面却更加的不顺利 韦维第一个是和复迪生 他们两个之间是同事 可能也是日久生情 虽然两人有两三岁的年龄差 但这都无法影响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但是由于韦维事业的上升活动是越来越多 虽然复迪生对于韦维观案有加 但是他们两个是聚少离多 加上韦维和复迪生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之前结局的时候 他们确实感情是最真实的时候 所有情侣都熬不过异地 他们慢慢有了隔阂 韦维结束了他的姐弟恋 又爱上了比自己大15岁的相声演员 但是人家依然结婚 拆散别人的家庭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是韦维是有点恋爱脑 即使所有人都反对不赞同 但是韦维仍然是坚持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别人的妻子 不想有这种陪伴 选择离婚 他们也两个人从事地下转入地上 但是狗改不了知识 相声大师又喜欢上了另外的女生 这段感情又以失败告终 韦维因为一首歌 与瑞典钢琴家是心生爱意 钢琴家疯狂追韦维还跟他写情书 韦维在此以外是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他受不了软磨硬泡 最后答应了他自己25岁的迈克尔 但迈克尔也有妻子 但他为了爱情选择了韦维 抛弃了自己的家庭 韦维也为他嫁到了瑞典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为他生了三个宝宝 随着时间的延长 这感情又出现了裂缝 不仅出轨还家暴 那么最后的这个结局也是离婚 迈克尔也是恬不知耻 和韦维成功的要回了抚养圈 但是迈克尔还是要韦维给他钱养老 这种男人真的是令人恶心 韦维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回到国内 他的三个孩子也非常健康的长大了 而且发展的也很好 韦维一生虽然坎坷 但是孩子却十分钟气 最后他过着圆满的生活 韦维的这一生 你们咱们看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